大家好 歡迎收看五市財經集 我是今日主持方澤基督 今天是8月9日星期二下午2時15分 見到股市剛才曾經升超過200點 有傳香港會放寬內地雙重印花稅 現在的印花稅大約30% 假面雙重印花稅後 可以吸引內地一些人民 來香港置業 刺激樓市 今早一些本地房地產股 也有很大的升幅 例如新世界發展 新鴻基地產 場實 這些清超過3-6% 不過很快 本港政府針對考慮放寬 物業印花稅的寬敏 澄清了沒有相關的討論 所以在下午時份 港股跌落下來了 現在暫時港股來說 也沒有大升跌 20,000點位置 輕微下跌了1點左右 之前的升幅已經完全消化了 看見港股現在暫時比較牛皮 我覺得大概星期三 美國出現CPI數據 其實港股才有明顯的方向 暫時來說 我覺得CPI數據 其實都有機會 升幅也收窄 我覺得現在暫時來說 CPI數據在美國有機會改善 為何會這樣預計呢? 在7月份 油價已經落下半年 布蘭德期落 差不多94美元一桶 其實之前拜登也說過 之前的9.2%的CPI 其實也未反映到油價的跌幅 這次的油價跌幅 我覺得也反映了CPI上 所以這次的CPI就沒有理由 好像之前一樣 升到9點多那麼高 我預計都是8點多以下會出現 所以我相信港股和美股都有機會 止跌回升化了 美國最近通過一個通脹削減的法案 這個法案說了甚麼呢? 未來在十年內 大公司會徵收15%的最低企業稅 預計在這裏可以籌措大概7,390億 用來支付能源安全和氣候變化的投資 大概3,690億美元的一個法案 其實之前美國的太陽能及中上下游的產業鏈 已經全部炒了上去 其實在內地來說 其實暫時看到一些光復板塊 仍然未有一個很大的升幅 不過今天看到一些光復產業鏈也炒了上去 例如1799新特能源升了接近6%左右 保利協議升幅比較溫和 另外福萊特玻璃今天也升了4.3% 所以我相信這個光復板塊還未炒完 有機會借助美國哪個板塊的升勢呢? 港股方面內地的光復板塊仍然有機會炒上 相信這個板塊還有機會在之後的日子上升 為何我會在8月份這個日子 會比較看好一些光復的行政 看到海外和內需需求仍然非常旺盛 開工率其實未受到上游價格的影響 而影響了他們的施工率 另一方面在第二季的業績 其實在很多的一些光復板塊上 都優於市場的預期 預計第三季的歸料的一個釋放 帶動整個產業鏈會再度 價量亦會再度提升 相信下半年一些光復板塊 仍然有機會炒上 所以大家絕對要留意這個板塊 這麼多產業鏈 我特別留意一隻協恩科技300 最近來說它由4元一路跌跌跌跌 接近3元這邊 但是很明顯看到3元3.1這些位置 就有明顯的一個支持在這裡 建議大家可以大約在3.1這些位置 趁低就吸收了 我相信這隻鞋鼓球很快 慢慢又會游上它 上網有機會去3.5至3.7左右 到這個位置 如果跌穿2.9便要止水利倉 今天節目到此為止,謝謝大家收看,再見